今天我们还是给这个金极意义做造型 今天做一个小矮装来看一下 这个是金极意义的一个老装 金极意义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一款多幼体系的常年绿的绿极很紧 但是我们首先的话通过给它修剪 然后的话让它变成小矮装 我们修剪的话一定要狠手洗的去剪 剪了以后它同样也会长出来 所以上的话就不用担心 我们每一次剪的话剪了过后 这些鸡条的话我们都可以拿去扦插 所以上的话一盘可以变成多盘 剪出来以后看一下 现在我们剪出来以后 这些的话待会我们再给它剩铝线 每一个鸡条顶端都给它打顶 剪了以后就变成这样子了 以后的话我们再给它剩铝线 做成一塔一塔的 让它的话长出更好看 每个顶端都给它打上 侧牙这个侧牙给它打掉 你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给它上铝线 可以看一下 剪剪过后是这样子的 然后的话我们通过一塔一塔的 给它上铝线 这些近距域的话是比较耐剪的 你剪它 同样它也会长出来 受伤的话就不用担心它 我们给它上铝线 这种的话就剩2.5的铝线 先在这里做一塔 这一塔的话我们在这里固定一个铝线 然后的话再让它慢慢的长长出来 变成一塔 用这个铝线慢慢的行摇的鸡条上去 因为多药 这个近距域是多药体系 受伤的话不能太容易的去搬它 一定要小心的去搬 用这个铝线去慢慢的去走 这样搬下来 铝线去的话就变成鸡塔了 看上去我们可以让它多鸡多彩 多药的话可以养成几十年的老庄 一玩一有炸鸡 一玩一多人喜欢 这种就是多药体系的金居意义 是非常有炸机关的 玩起来 更多人喜欢 因为的话它也好养 这个是多药体系 少浇水多晒太阳 放在户外去养护 我们去搬它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点去搬 不要太过用力去搬 搬用力的话就会把这个 它会搬断 这两边的话同样我们也是给它剩 剩绿线 住出来以后 嗅骨就不一样了 慢慢的去修剪 修剪出来的话就更加好看 更加的壮观 看一下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养到金居意义 金居意义是一款多人喜欢的一款 长年绿的一个绿级 可以看一下像这样的金居意义的盆景造型 你们喜欢吗 剩绿线做出来的一个盆景 也是金居意义的 这样子做出来的话 一塌一塌的 现在子的话 每次我们都通过修剪 让它变得更加的好看 你看一下你们喜不喜欢 这些选择